我們先進一段名字 做單一學姐她也許可以有網路爆紅的現象 不過終究對 如果是我們政治人物 也許要思考是品牌 一日目瞭破千萬點閱率 昨天學姐還有小牛都開了直播 那學姐的現象其實延燒了快兩個多月 快兩個月 那你覺得在這個學姐的現象是不是在這個選舉裡面 有帶來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小魚 這個就是網路世界 我看一下說這個叫 以前人家說台灣是什麼潛諜文化 潛諜政治 潛諜經濟 現在在研究海嘯政治 就是那種來得快去得快 所以有時候會急速爆紅 但是又很快又掉下去 所以做單一學姐 他也許可以有這種網路爆紅的現象 不過終究對 如果是我們政治人物 也許要思考是品牌 他說你還是 因為你不是那種只賣兩天的產品嘛 你的品牌 所以這不太一樣 OK回到現場 剛才這個市長說這個網路很多爆紅的現象 政治人物往往可以透過網路 達到某種程度的爆紅 但市長也警覺到說 最後變成是那種海嘯型的政治人物 來得快去得也快 所以我覺得市長對於所謂爆紅這件事情 事實上他心裡有所警惕 他也知道說一個可長可久的政治人物 不是靠那種網路上一些短暫的作為 說出名兩天 出名十五分鐘就好了 這最近有幾個概念叫隨處科技 因為網路的發展叫 ubiquitous technology 隨處都可以透過網路跟世界聯繫 所以發展出一個叫隨經濟 就是說隨身都有經濟 隨時都有經濟發生 那更進一步變成什麼 隨身隨時隨地都有政治 叫ubiquitous politics 像這樣的東西發生 記者你怎麼觀察說這種隨時隨地都有政治的現象 對於傳統的政治的衝擊 你的預判可能會是什麼 其實這有兩個點 第一個點是說那個u 那個誰是指相對 相對於哪一個人而言 其實指的是指相對於每一個人 因為每一個人現在有一個手機 手機就可以上網 所以才讓你這個隨時可以支付 隨時可以消費 隨時可以看影片 或隨時可以發表意見 他的這個u是從這邊來的 所以這個是這個網路發展30年來 一直都在朝向這個目的 就是說把一個人 無時無刻都連結上網路 讓這個互動可以雙向 所以政治人員變成隨時無時無刻 任何地方都被選民可能連接著他 因為他現況就是這樣 OK 是 所以我們看川普 川普就是起床就發推特 對 真的是 發錯就再發 再發 對 所以他這個隨時的狀況是說 以前我們選舉是四年投一次票 民調可能一個月做一次 你現在最好十分鐘check一下 或者說你最好有一個長期的一個支持結構 一個追蹤系統 去做 像柯比剛剛講說這個 這真的要有品牌 我怕很怕爆紅 什麼叫爆紅 爆紅就是聲量突然上來 就叫爆紅 那如果也沒有這個支持的這個社群去做支撐 當聲量下來的時候 大家就很快就忘了 大家現在還記得那個屏東的議員叫什麼名字嗎 蔣會月 蔣月會 蔣月會 他的聲量就突然就不見了 對 突然就下來了 新聞也就不見了嘛 對 那個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一個爆紅的例子 OK 對 那我再舉另外一個 其實這種跟品牌定位相關的理論 跟食物都已經非常成熟了 我舉一個可口可樂 處理可口可樂品牌的一個總監他講的 他說呢 他說可口可樂這個品牌 並不是在這個瓶子上面 他是在消費者心裡 對 沒錯 所以其實 其實柯P講的這個政治任務要品牌 他其實是說 你可以透過這個網路 這麼方便低成本的這個渠道 去建立起你的核心支持者 而且核心支持者很多群 每一個政策 每一個價值論述 都是要很精確的 針對不同的Niche的族群去溝通 所以其實有些 當然會有些人會不高興嘛 譬如說有些人覺得柯P抓抓頭 沒有這個總統的樣子 這個就變成是柯P自己的政治判斷 是我要這邊的10萬票 還是這邊的5萬票 但是這個事情就 其實我還是從14年到現在 還是盡量建議柯P 他就盡量做自己 因為做自己 他這個社群的活性才會強 記住 譬如說像蔻姐 她每次都在講說 那個網路的聲量大 她就說她也看大數據 怎樣怎樣 網路聲量雖然大 可是有很多負面的 所以那個負面的聲量 其實也會造成網路上面的一個聲量大的假象 沒錯 那所以這樣子一加一減抵消之後 就是這件事情跟選票的關係上面 你有看過這種連結嗎 其實我覺得這有一個 大家有可能被這個詞誤解 就是所謂大數據 對啊 大家看總量 對 可是網路要看的其實是分重量 不要看總量 你要看的是這個不滿 是從你的支持群 譬如說假設你今天分析你的支持群 有十群人 然後反對你的有十群人 你要看那個不滿 是從你的原本支持你的人發出來的 還是從原本就不喜歡你的人發出來的 所以他不是只是要看一個聲量的總量 你還是要回到那個族群的區域 政府 去看 這也是為什麼柯P其實他 當他這個14年開始選了 他很快就發現他的主要支持結構 是年輕人 跟這個學歷比較好的 就大學以上 年紀越輕的 所以這個就變成他的兩個核心的這個支持群 所以如果今天他做一件事情 是這兩群人在批評他 他一定馬上道歉 他一定馬上修正 不管是不小心的還是可以的 可是這樣講會不會就是 他其實也是按照網民的心意在走 就是他自己對於一個主帥 反而是沒有一個堅定的 我其實這個事情我也思考掙扎了好一段時間 反正鄉民怎麼吹風 我就怎麼擺 倒不一定 這個事情是他有核心點 就是說這些網路公民的意見是不是民意 或能不能代表整個台灣社會的民意 所以我覺得至少 至少他並不是單純的說 這個順應民意有什麼不對啊 而是說在順應民意的過程裡面 怎麼跟這個社會去做互動跟溝通 你如果全部都看這個風向怎麼擺 我知道這是一個大問題 就是說政治務到底是要領導那個民意 還是說要跟著民意 對這是另外一個大問題 所以我覺得至少在還沒有figure out 這個路線要怎麼走以前 你至少先創造一個對話的環境 所以有時候科幣問一些比較遠的問題 如果我們現在沒有答案 網路上看不出這個傾向 那最好的建議就是讓他去跟網友對話 你就用對話的 所以他就說不要怕討論 不要怕犯錯 所以他就會開始把他的想法去講 講話看一下我們會有回饋 然後再來修正有時候不一定是說法 是包含做法 太快了他就慢一點 可是你會不會 好 我疑問太多 就是他有時候對話就選擇性的 譬如說他為什麼不跟吳英寧也對話一下 就會一直給人家罵下去 那個就有一點政治判斷了 那個就要看政治的細節是什麼 是 那坤坤補充 請充 講一下 剛剛講到吳英寧嘛 其實有時候是這樣子 很多事情還是有一個常理 我簡單講吳英寧的事情 市長就是要收棄嘛 家事家來講就好了 你就叫一個債兵來講 你家在什麼要修理 我是打一個比方 很簡短回應 第二個 回應一下剛剛戴董講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市長 到底是尾巴咬狗還是狗咬尾巴 要尊重網路的意見 也要參考社會的共識 重點選出這個市長是一個領導人 看到的是希望 我們是希望你來引領這個國家 要往正確的方向堅持做對的事 而不是去取義迎合 我覺得這點在我每天為他做 輿情跟政治一些分析判斷 討論的時候 這還是科幣不變的 今天不會因為為了迎合某個族群 而選擇去取暖 或者討拍 或者去做一些好像 這個刻意不講 而是透過什麼 我覺得意見可以不同 但是如何去溝通這個最大的族群的時候 透過務實對話 產生共識 這才是台灣現在的政治最需要的 過去就說我總統講的說 看數字就這樣 我們不要忘了馬英九看數字被罵死 那現在漸漸的這公民社會 網路是一個渠道的時候 還是有很多是非對錯黑白 有它一定的真理 這些是不變的 但是怎麼樣在大家的時代洪流 網路這個社會輿論批判當中 我們選一個領導者是即便在黑暗的時候 還是可以見到光明 這點是非常重要 OK在黑暗中還是可以看到光明 OK學姐最近似乎很多參選的真人物 都心中有一個學姐在那裡面 OK像這韓國瑜陣營找了一個 他女兒韓冰的好朋友叫許又軒 來幫他做網路的經營 那陳其曼 其曼兄這邊找一個叫面線妹叫蔣怡婷 也幫他做一些相關的網路經營 包括這個侯友宜侯大隊長 他的選舉團隊裡面 有一位留髮的學攝影的一個 一個攝影家 也都拿來在網路上做成很大的討論空間 OK您怎麼觀察所謂學姐的現象 你是當事人 學姐現象對你來講是一個正面的評價 還是有一點就是政治人物的附屬的花瓶 有人這樣講 那您大概聽了這麼多語言之後 你自己當事人 你來解釋一下學姐現象 其實真的沒有想過學姐會爆紅 當初在做一日幕僚這個影片規劃的時候 我跟育安還有議庭這邊就是想說 用一個不同的角度讓大家 大家一定會好奇市長每天都在做什麼 所以用我們幕僚的角度去看市長 但當時真的沒有想到說 學姐會變成大家的一個話題 但是我覺得大家看到我之餘 大家也看到我 我作為一個台北市的年輕人 我對市長有什麼樣的期許 我希望市長做到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是我必須要告訴市長的 也是我必須要讓市長知道 台北市的市民 特別是我這個年紀的年輕人 到底在想什麼 或許可以從我變成一個管道 來讓市長知道 OK 所以你認為你是一個市長 跟特定年齡層世代的朋友們 接觸的一個管道 那如果你要說你不過是花瓶啊 你對這樣的評論 你有沒有什麼回應 我只能說就是時間會證明一切 但是我覺得我認識的市長 跟我認同市長的理念跟價值 那讓我慢慢的告訴大家說 我到底認同市長什麼 我覺得他在台北市做到了很多改變 我覺得我看到他做到很多改變 那在社群或者是透過節目 或是透過網路 來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年輕人到底需要什麼 市長其實都有聽到 學姐那你覺得 你跟其他陣營的這些學姐們 你的強項是什麼 然後你覺得你會給這些 後來出現的學姐們 怎樣的建議嗎 就是也不敢說建議 你覺得你們的差異在哪邊 現在各陣營就變成都有學姐了 我覺得大家就是在選舉 這麼嚴肅的氣氛當中 找一點比較好玩的話題 其實也沒有問題 大家可以找到一個 大家可以講的點 這樣子也不錯 但是問題是就是 我覺得大家都在為自己的候選人 做努力在做工作 然後也讓候選人可以被大家看見 我覺得這都是很好的 當初這個學姐這個概念爆紅之後 市長不小心脫口 就說這陪吃飯不錯 經過這一段 當然市長有解釋 你有做一些回應 經過這麼多段時間之後 你再回去看這個時候 市長講這句話 到底是突出還是他有些什麼 因為很多解釋版本不同 你在當面再跟朋友們做你自己的解釋 我覺得他講這句話的原意 就是粉絲見面會 大家來吃個飯 就是eat together那個概念 就是很像網友見面吃個飯 因為總是有很多網友 不管到我的臉書 或者是到小牛的臉書留言 就說很支持你們 然後希望你們加油 甚至我們在路上也會遇到一些人 跟我們說加油 那市長的感覺就是 他聽到我們跟他講這個 他就說那不然 市長一時愉快 或是怎麼樣 大家可能對他有一些誤解 當然這句話聽起來也是怪怪的 那當然我覺得 這市長的一個理念 他就是覺得說大家一起吃飯 大家一起同樂 然後有這麼多人支持你們 也希望你們幕僚 有一個可以發光的平台 OK 是 這個當初有一個小新聞說 市長曾問過說 你在家裡什麼地方 是不是有意義 請你去下海去選舉 這個進一步麻煩您澄清一下 昆豐很像意猶所有言 等一下你這邊回應 OK 有嗎 市長誤解在40北投 OK 好 那這句話意思是 希望您去選舉嗎 沒有他就只是開玩笑的問一下 你在40北投 那我在40北投 但是我們沒有要選舉 你自己也沒有規劃要做政治人物 對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要規劃 昆豐做團長 看你的團員這個說法 你給幾分 不會啦我覺得 近某個程度上 其實他蠻謙虛的 大家不要看他現在這個 他帶我來上節目 OK 但是我要講說 其實我們都在學習 互相分享互相學習 像我從傳統媒體到跟他們一起 哇 看這些不管是Line啦 Instagram 然後當中你會有一些啟發 那我在他們裡面算長輩 但是我就覺得說 哇 原來這個東西也可以這樣 那我覺得都是學習的過程 我們也不知道 下一步他 因為網路的東西 你不太容易去特別控制他 更何況把他引導成為一個 所謂政治上刻意的影響 這都非我們的原意 那我還是強調 網路是一個對話的過程 那我們盡量讓他務實 讓社會達到共識 這是我們最大的心願 是 學姐 很多人在評論就是說 這個廣大的所謂粉絲 作為一種政治的現象 有人批評說 看似廣大實則很狹隘 不過就是同溫層 不過就是個回音室 講都是你們整個人 就算十萬一百萬 也是你們自己人而已 你同意這種同溫式 跟回音室的批評嗎 當然在網路上 可能會有一些同溫層 可能大家 這是不可否認的 但是問題是 我們要怎麼樣透過同溫層 然後再去傳達給 那些沒有聽過的人 這是網路帶給我們最大的效用 然後在政治上 我們希望說 透過市長的一些照片 或是影片 然後讓這些同溫層 再去發酵 讓更多人知道說 市長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這就是同溫層的效果 然後這也是網路的功能 所以這個同溫層是不斷的擴大的一個同溫層 不是永遠就是那個固定的形式 所以它是一個不斷的繁衍變化的過程 網路上常常提出一些批評 說他是對訊息忠誠 但不對媒介忠誠 比如說我忠誠是柯文哲 我未必是忠誠於說 哪一個特定的媒體什麼這樣子的 那也就是說 這變成是一種品牌經營的策略 如果像剛才這個代季權講的說 市長他有一個所謂品牌經營策略的概念在他心中的話 作為你們是他的幕僚 您對柯市長或柯文哲這個政治品牌 未來你們有沒有什麼企圖跟報復在裡面 我們現在在市長的這個社群上 或IG、Twitter或是臉書上的操作 都是覺得市長最真的那一面讓大家看到 那接著我們還會再嘗試用一些短影片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說市長在市政上 他有一些他的解釋跟他的理念 然後怎麼樣去跟市民來對話 透過一些小小的影片 在Youtube上面放出來讓大家看到這樣 OK 所以短影片 那目前短影片市長的接受度如何 市長還蠻 他蠻喜歡這種拍這種短影片 因為他覺得透過五分鐘或六分鐘 這種短短的影片 讓大家知道說他的理念跟他的想法 要幫他寫腳本嗎 當然我們會寫一些談餐給他看 那需要重演嗎 所以來演一下 先講一遍 試試看 他不太需要 他大概都是看過 讀過一遍那個本之後 他就會 所以不需要導演 他自己就怎麼說 怎麼演就自己就表現出來 他現在蠻厲害的 可是他有一些理念 他其實一直不斷的在闡述 就是希望讓大家更了解 OK 您長期在經營網路 你會不會有這樣一種 比如說自己的反省跟思考 這也是很多人在批評說 講話大聲的少數意見 往往被當成眾人的意見 你會有這樣的一種反省跟觀察嗎 比如說有時候 特定的那個講很會講 很能講 經常講又很敢講 那把這些意見擴大成說 可能就是多數的意見 你會陷入這樣子的迷思嗎 還說你怎麼就分辨 所謂少數但聲量大的意見 跟多數但相對沉默的意見 沉默的意見 你之間怎麼找到它的平衡點 我覺得這大概需要 一段時間的觀察 但是當然在網路操作上 我們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小心 因為網路它其實是一個很快的東西 一下子你發出去的東西 就被大家轉傳再轉傳 更多人會知道 可能一個小時之內 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更那個影響力 是你沒有辦法可以想像的 所以當然我們在每一個安排上 我們都經過非常多的討論 那也經過很多時間的觀察 或者是學習 才去做網路上的操作 OK 還有一個問題 我想請教你說 如何處理粉絲暴動 粉絲會暴動 這個我也是受災 你上完節目 一堆人跑來跟我要什麼 你的IG 你的什麼電話 我說這些我是要做什麼 那我覺得你好多了 上節目粉絲就說放開那女孩 什麼意思 勞了學姐吧 這樣 昆鋒靠邊站這樣 學長讓開定 給大家有多大的壓力 來 你的回應是怎麼樣 怎麼處理粉絲暴動 OK 暴動有好的可能有壞的 OK 你的看法 是真的沒有想過這麼多人 會來追蹤我的臉書 就是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 就是當記者的時候 也從來沒有想過會有這一天 所以當然很謝謝大家的喜歡 但是我希望說大家可以看到柯市長 在做什麼 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OK下一題可答可不答 你是不是真的有男朋友了 真的有男朋友 不要再來問我了 經紀人出來說下一題 OK可答可不答 要答或不答 這個就是私人理念 私人書OK好沒問題 對對對